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会继续努力直至能够带回所有的人质为止 国防部长加兰特就在呼吁哈马斯武装分子要尽快投降 并且要交出所有的以色列人质 目前哈马斯官方还没有给出一个正式回应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 在商岛当前的局势发展 以军事后发放一段无人机的视频 显示一座建筑物外墙被炸毁 内里满地瓦砾一片凌乱 当中有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就是当时仍然活着的哈马斯领袖辛瓦尔 他向无人机投掷了一只棍棒 视频就没有之后的画面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辛瓦尔是在加沙地带最南端的拉法 被以军打死的 社交媒体流传几张疑似是辛瓦尔被杀后的照片 尸体已半埋在瓦砾堆中 多名以军士兵在现场调查 他的尸体随后被送到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国家见证中心 进行基因鉴定以确认身份 几十名民众听到消息后 走到见证中心外面等候消息 有人迫不及待唱歌跳舞庆祝 以军其后在晚间发表声明 表示以军和国家安全总局自去年起 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了数十次行动 缩减了辛瓦尔的活动范围 以色列指辛瓦尔要对去年10月7号 以色列遭袭击事件负责 一直追捕他 直至最近几星期 以方根据情况 判定有哈马斯高级成员可能藏身加沙地带南部 因此持续展开行动 终于在16号晚 以军第828旅打死三名武装人员 在经过尸体辨认后 可以确认辛瓦尔已被打死 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发表简短视频讲话 宣布虽然辛瓦尔已经被打死 但战争还没有结束 以色列将继续行动 直到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获释 他并表明辛瓦尔身亡 标志着哈马斯的衰落 哈马斯日后不会再管制袈裟 但其武装分子只要投降 释放人质都会获得一条生路 我会想说 再次说 我会想说 哈马斯不是更加热 哈马斯 这就是今天 以后的哈马斯 这就是你 要保护他的身份 要保护他的身份 他们是哈马斯的 我说 我会想说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也要求哈马斯武装分子投降 以及释放以防人质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指 这次追杀辛瓦尔是以色列的行动 美军并无直接参与 但他承认美国一直有向以色列 提供与释放人质 及追踪哈马斯领导人的情报 有分析认为 以哈局势很有可能来到一个转折点 随着辛瓦尔的死亡 哈马斯新的领导层会希望寻找方法 结束加杀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冲突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美国的态度 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被以色列击毙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在17号发表声明指 以色列当局已经告知了美方的有关行动 而这一天对于以色列 美国以及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好日子 接下来美国会和以色列来商讨 如何能够争取人质或是 并且最终来结束加沙战争 美国总统拜登17号发表声明证实 当天上午以色列当局已经告知白宫国安团队 他们在加沙执行的任务 可能击毙了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 DNA测试已经证实辛瓦尔的死亡 拜登对以色列表示祝贺 并形容这一天对以色列的异议 类似于2011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击毙前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 拜登还表示 他将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讨论 如何确保人质或是并结束加沙战争 拜登认为 在哈马斯不再掌权之后 加沙迎来了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机会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当天在陪同拜登 前往德国访问的空军一号上 向记者表示 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将会商讨下一步行动 拜登称 以色列完全有权消灭哈马斯的领导层和军事结构 使哈马斯不再有能力发动10月7号一样规模的袭击 而对于中东战火持续蔓延 以色列与伊朗报复行动不断升级 拜登政府表示 正在就此与以色列进行沟通 拜登在声明中还指出 自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 他指示美国特种部队和情报人员与以色列并肩作战 帮助以色列追踪辛瓦尔等哈马斯领袖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以哈冲突一周年才刚过 在冲突严重外溢 对加沙的关注程度渐降的情况之下 当前的历史又再次重演 现在冲突的矛头再次回到了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 话题的分析今天问您请出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靖先生 为大家来听评分析 王先生你好 就请你好 前有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遭到暗杀 这个时间不到三个月呢 这个阶位的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辛瓦尔也被乙军给击毙 也就是说呢 谁来接下哈马斯领导层就会成为乙军下手的重点目标 所以认为接下来哈马斯会推出怎么样一个人来顶上目前这样一个领导人的大位 乙军接下来会做出哪些的团灭行动呢 好的秀琴 实际上就如您所说 不管现在谁来当哈马斯的新领导人以色列都会可能下一步进行这个所谓的团灭 或者说所谓的定点清除 从当前哈马斯结构的内部来看呢 实际上和之前前这个政治局领导人汉尼亚在德黑兰萨达巴德公寓次身亡之后的情况很类似 就是会有两个这种接任的这种派系 一个派系就是在这种之前的前任的领导人当中可以选一个离时的领导人 比如说像前任的这个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马沙勒 可能会不会出来然后接管这个哈马斯的这个领导层一段时间 或者说是由哈马斯另外一个派系可能会认为说 那会不会由这个哈马斯现任的 比如说负责财务的或者说负责行政的一些副手 比如像这个哈利尔哈亚这样的人来出来接任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 这样的话能够保持他组织的稳定性 但是从当前来看不管是由谁来接任会面临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哈马斯需要在短期内 尤其是在以色列仍然持续在加沙地带进行作战和武装打击的情况下 能够通过比较稳定的会议来保持他组织内部的稳定性 因为哈马斯他不仅在加沙地带有较多的武装人员和组织机构 实际上他也同样囊括了海外的一些分支机构 那么想要能够在战时状态下能够维持不同的机构 不同体系之间的团结性 尤其是对于最高领导人的这样的一种普遍认同性 在当前来看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管谁在未来作为哈马斯的新日领导人 实际上从以色列的视角来说 恐怕很难完全放弃对于哈马斯的新日领导人的 这个不间断的所谓的定点清除 从现在来看那么不管是哈尼亚在海外流亡 遭到以色列的所谓定点清除也好 还是说新瓦尔他长期的躲藏在加加地带 包括很小心翼翼的不使用任何电子通信工具 网络工具包括只用这个手写的这个信息来传递这个命令 也遭到了以色列定点清除 所以说不管是谁在未来接任哈马斯的未来领导人 那么实际上也会继续成为以色列不间断攻击和寻找的目标 这个对于他自己当时来说 包括对于哈马斯整个组织的稳定性来说 仍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隐患 秀琴 所以接下来哈马斯的领导层是否会就此迎来被团面的一个命运 我们拭目以待 非常谢谢王先生的分析 德国总理硕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17号分别在新闻发布会上 对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被暗杀做出了回应 硕茨再次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的恐怖袭击 认为辛瓦尔对哈马斯的行动是负有责任 并且重申了德国是坚定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对哈马斯的行动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认为辛瓦尔的死亡 这是以色列军事上的成功 将目前里哈局势带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也为人质的祸事和战争的最终结束创造了机会 哈敦诉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改革 又重申法国长期以来对两国方案的支持 马克龙重点呼吁加沙要立刻实现停火 同时要加大人道主义的援助 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被杀 西方多国和社会普遍对此事表达了一种正面的态度 以色列和加沙民众对于事件的反应不一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以色列证实击毙辛瓦尔后 发表讲话回应 形容正义得到伸张 并表示美国特种部队和情报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里曾经协助以色列搜捕辛瓦尔 而我会说 ANY МО个 terrorist 鸡献 americans 封印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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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这 我们会永远来你输入正式 Israel has a right to defend itself 和封印尾人 避免 23 的薄 lies 必须被解释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 希望哈马斯的下一任领导 会在停火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 西方多国也回应了事件 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表示 新瓦尔是去年10月7号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行动的主要策划者 他的死将局势带到了转折点 法国敦促哈马斯趁这个时机立即停火 释放剩下的人质 德国 意大利及英国 也敦促哈马斯立即停止侵略行为 释放所有人质 平息袈裟地带的局势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 新瓦尔的死大幅削弱了哈马斯的实力 北约秘书长吕特 形容新瓦尔一手策划了 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 遭到各界谴责 他对于新瓦尔的死并不感到遗憾 以色列官方公布成功击杀新瓦尔后 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庆祝 以色列临近加沙的城市斯戴罗特 有人挥舞以色列国旗在戈塞舞 有民众说军方采取了一次成功的行动 对此感到骄傲 但也有经历过去年10月7号袭击的人表示 已经感到麻木 新瓦尔的死并不能换回丧生的人 加沙地带的民众就估计 哈马斯并不会随着新瓦尔的死而瓦解 他们强调虽然事件有机会提升 内塔尼亚湖的政治影响力 但巴勒斯坦人并不会因此而停止 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如何来解读西方国家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 有关话题继续请出中东问题专家 王欣先生为大家听评分析 王欣你好 秀琴你好 我们注意到在新瓦尔镇时已经被暗杀 伴侦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 他说这对于以色列美国和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好日子 认为美国在这一次行动当中 但也到底扮演怎样一种关键角色 以及如何来看待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新瓦尔死亡事件的 一些不同的反应 好的秀琴 实际上美国的角色 或者说美国的观点 反映出美国有一种矛盾的心态 一个是美国需要在对于 以色列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上 给以色列进行一个所谓的兜底政策 或者说一个所谓的保障政策 我们都知道本轮8月冲突爆发之后 实际上不仅是在加沙地带的战事冲突 包括以色列对黎巴嫩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 包括以色列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 和以色列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这种攻击 那么每当遭到这种外部力量的反击 或者说对以色列本土的攻击的时候 和威胁的时候 美国都需要给予以色列非常关键的安全保障 和情报军事援助和战略支持 所以说这一次的希望被以色列所谓击杀之后 实际上美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就是实际上也显示 像美国国内的公众 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就是说美国是和以色列在重大安全问题上 是紧密绑定的 在重大的这种敏感性的安全议题上 美国是完全支持以色列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能感受到 美国在这个时候也希望传递出一种信号 就是说希望以色列能够建好救收 能够在当前的这个地区的冲突上 保持理性和克制 不要在进一步的加加地带 延长或者说扩大军事冲突的规模 也要考虑在加加地带 比如说开展这个人道主义援助 包括战后这个善后措施的 一些这种具体的举措 所以说实际上美国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 那么希望通过借助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来帮助或者说引导以色列的这种 对加加加地带和对中东地区的战局冲突 政策一个转向 那么具体到其他的不同地区的国家 或者说不同的行为官方 实际上都是有本事 这些行为官方他们自己 对于当前地区冲突的理解 和对于这个国际政治的理解的 这个立场来决定的 比如说西方国家可能更多的是倾向 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其他行动 进行一个赞扬和进行一个赞许 包括说之前对于以色列 在黎巴嫩这个军事行动 有所批评的法国 包括可能过去一段时间长期支持 或者力挺以色列的德国 实际上都可能是希望 这个以色列在加加地带军事行动 能够借助这一次希望二十死 见好就说不要再继续扩大事态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确实也看到 一些地区国家也好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相关 当时方对此是保持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担忧 因此恐怕未来的事态 还是要进一步的仔细的谋划 促使各方能够保持理性 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和扩大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美国如何来 激励实力促成以色列停止加沙战争了 好 非常谢谢王庆先生的点评分析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突发事情直播 当前的以哈冲突持续 巴勒斯坦卫生部官员指 以色列对加沙北部的杰巴利耶一所学校 进行的空袭 造成至少二十八根死亡 有一百六十个人受伤 多名伤者被送上救护车 送往医院 接受治疗 以军17日对加沙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的 一所学校进行了空袭 炸弹导致学校内帐篷起火 造成多人死伤 以军指控学校藏匿了数十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哈马斯否认了以军的指控 表示这所学校收纳了数千名流离失所的儿童和妇女 并谴责以色列针对加沙平民持续展开的袭击 另一方面 有着40万人口的加沙北部 位于杰巴利耶的卡麦勒阿德外医院是唯一提供新生儿医疗服务的地方 医院院长警告称 如果燃料和医疗必需品仍无法进入 医院将面临一场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 巴勒斯坦卫生官员呼吁为加沙北部三家医院提供人道主义通道 另外携带援助物资的降落伞当天被空投到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上空 联合国此前表示进入加沙的援助处于几个月来最低水平 以色列对加沙北部再次发起军事进攻 切断了其关键生命线 自10月1日以来没有任何食品或其他必需品进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如何来解读当前的中东局势发展 有关话题和分析 继续请出中东问题专家王庆先生 帮大家来分析和观察 王先生你好 秀琴你好 目前种种迹象看来 当前的中东乱局的一个冲突焦点 已经有转向了尼巴嫩和叙利亚之士 而认为这一次新瓦尔遭到乙军击毙 是否会把加沙重新又拉回到一个冲突的中心呢 好的秀琴 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新瓦尔之死 可能会标志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一个行动 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因为实际上在短转发言冲突 包括之初以色列所提出的口号 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就是所谓的消灭汉马斯 或者说清楚汉马斯 可能很多人就是觉得 这不可能啊 汉马斯是不可能被完全消灭的 确实是 所以说我们能认识到 以色列其实也很清楚 那么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 以色列所提出的一个所谓消灭汉马斯 它就是一个战争动员的口号 或者说政治动员的一个口号而已 不能够完全把它当真 具体在这个加沙地带上 以色列国内大体上形成了三个比较有共识的目标 就是第一个要把这个对于去年10月7号 本轮巴嫩冲突爆发之初 这个对于这个汉马斯一侧 军事行动知晓的 或者说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的 这些汉马斯领导人 进行一个所谓的团灭 第二个呢 就是要这个最大限度的 在加沙地带打击汉马斯 同时救回以色列的这个被害人员 同时第三个就是要在加沙的这个北部 建立所谓的安全区 那么改变加沙地带的政治格局 从当前来看 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所说的团灭 加沙地带的这个汉马斯 或者说海外的汉马斯的高级领导人 已经大紧张实现了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加沙北部建立安全区 大体上也已经正在推动 那么可能还剩下一个就是赢回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 那么可能在当前的情况来看 还是要有一段的时间进行持续的发力 但是不管怎么样 已经大体上达成两个战略目标 也就意味着未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政治行动 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关键的转折点 那么与此同时 以色列就要从出手来解决 它来自于北方的这个战略威胁 尤其是来自于珍珠党 包括珍珠党所关系密切的这些地区的武装力量 包括在叙利亚 包括在伊拉克 包括在也门之内的这些地区的所谓抵抗轴心的盟友 这些同盟 因此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烈度会有一个降低的趋势 与此同时在北部战线 以及其他的这个冲突当事方之间 爆发的冲突烈度和冲突规模会进一步的扩展 所以希望死亡可谓为目前的加沙战事 迎来一个新的转折点 我们来重点关系一下 目前这个加沙地带的局势发展 如今不仅是受到一些饥饿和人道问题的一些困扰 我们看到哈马斯高层接连遭到了暗杀 可谓是元气大伤 就你的判断和分析 接下来加沙的局势会如何的发展 会走到何种境地 而哈马斯最终的存亡 对整体的中东局势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的 秀琴 实际上未来一段时间 加沙地带的战事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以色列在加沙北部会进行重点的关注 同时在加沙的中部和南部 进行这个所谓的比较关键性的军事打击行动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 哈马斯的存亡实际上会成为中东地区的 这种暗流涌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推手 一方面呢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实际上会更加关注加沙地带北部区域 因为北部区域是和以色列南部是直接接壤的 以色列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就是认为去年10月7号 在以色列看来的这个哈马斯 对以色列本土的突袭的这种所谓的悲剧 是不能重演的 要想预防这样的事件未来不再发生 那么就需要在靠近以色列边界一侧的 这个哈马斯所控制的加沙地带北部 建立一个由以色列直接管控的这个所谓的缓冲区 或者说这个非军事区 把所有的这个哈马斯的武装人员进行有效的隔离 或者说清除 与此同时在加沙的中部和南部进行不间断的打击 能够防止这个哈马斯的重新展起 或者说重新崛起 所以未来的军事态势在加沙地带 一定是呈现出来在北部进行重点关注 同时在中部和南部进行不间断的军事打击 这样的一个特征 那与此同时哈马斯作为一个中东地区 尤其是通过武装组织和这个比较激进的意识形态 来抗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团体 它实际上在中东地区的很多的意识形态 或者说这种政治正确的方向 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的 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 尽管可能中东的其他国家 或者中东的一些主要的社会意见 并不会表达对于哈马斯的直接的支持 但是由于哈马斯所代表的这种抵抗以色列 或者说恢复巴勒斯坦故土的这种愿望 实际上是在中东的有广大的民意作为支撑 因此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中东的一些相关的当时国家 包括约旦也好 埃及也好 或者说包括伊朗也好 国内的一些强硬派 或者说国内的一些这种比较激进的派系 会持续的受到哈马斯的问题的刺激 而对本国的国内的政治格局 政治稳定都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谢谢 所以加沙战士是否会迎来曙光 我们继续的观察下去 非常谢谢王金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尼巴嫩真主党在当地时间的18号 发表声明宣布 对以色列的对抗中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升级阶段 真主党方面还说 真主党拥有各种类型的导弹 包括有在打击乙军军事基地 以及以色列定点 定居点和城市时要首次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 好 希望证实已经遭到了乙军击毙 哈马斯领导层是否会迎来被团灭的命运 接下来中东局势还会如何发展 会继续为大家来锁定报道 以上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 更多消息锁定我们的下一期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